三星谷号宿多月林新美食报道 另外呢有些人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 在高雄呢有一家四川菜创意料理 他们有麻而不嗆辣的催泪蛋 还有麻辣跳跳鸡 是结合了台湾的这种咸酥鸡的做法 所以相当的开胃 火上面一的鸡块下锅油炸 表皮炸到金黄维胶 捞出油锅粒干还得再起一次油锅 这次要进锅翻炒 朝天椒加上红辣椒 这次要用小火逼出香辣味 再加上葱段蒜末和调味料 让麻辣跳跳鸡的呛辣味十足 同样式创意四川菜的还有催泪蛋 油炸荷包蛋 再用青龙辣椒和红辣椒等配料大火翻炒 看起来拉翻天的催泪蛋 其实只带点麻没有强辣 所以说麻辣的可是超下饭的 你会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它会很辣吗 不坏就是微微的麻度而已 所以女生应该都可以吃 穿一丝川菜其实做法不难 像是麻辣跳跳鸡 采用鸡腿肉腌制半天 再裹粉酥炸 其实就是融合台式咸酥鸡的做法 就算拉到每吃一口就要喝口水 也甘愿 那个吃起来那个就是非常辣 辣的整个人是要跳起来一样 那种感觉 把四川菜变身成创意料理 征服消费者的胃 三星云前居达都说不到 好另外这也很辣哦 钢球场如果出现了电影女神的话 大家